中国海军博物馆 中国海军博物馆是中国海军组建的第一座大型军事博物馆 这里珍藏着数千件海军文物 在博物馆的海上战区 静静的停泊着四艘威武雄壮的战舰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游人登上战舰 去聆听他们的辉煌历史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 就是这四艘战舰中的一艘 它就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海军导弹驱逐舰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济南舰 海军济南号导弹驱逐舰的故事 我们要从1953年说起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的血泪史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帝国主义列强的战舰在中国海域耀武扬威 一次次用尖船力炮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国门 1953年 毛泽东主席登上人民海军舰艇 归豪写下了气势磅礴的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就在那一年 中国政府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决定从前苏联购买四艘驱逐舰 组建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 这四艘驱逐舰被分别命名为 安山号 福顺号 长春号 太原号 从此 中国人民海军有了自己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 步入20世纪60年代 驱逐舰已经问世半个多世纪了 但在中国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里 还没有一艘博产驱逐舰 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 1968年 新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 开始在大连造船厂建造 它就是济南舰 1970年 济南舰下水 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第一艘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大型水面战舰 它的诞生 翻开了中国人民海军发展史新的一页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济南舰长132米 宽12.8米 安装了两台36000马力蒸汽轮机 最大航速38节 作战半径1400海里 抗风能力12级 济南舰装备两座三连装海鹰2号导弹发射架 两座12连装反潜火箭发射器 两门双连装130毫米主炮 四门双连装25毫米高射炮 具有强大的攻击和反潜能力 战舰都有自己的弦号 济南舰最初的弦号是223号 后来改为105号 人们都习惯称济南舰为105舰 这里是济南舰的大会议室 我们在这里采访了济南舰第一任舰长刘子庚 他为我们讲述了济南舰经历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济南舰还在舰造的时候 刘子庚和他的战友们就来到大连造船厂 现代化军舰需要高素质人才 为了尽快掌握技术 全舰官兵利用科研人员到舰上安装和调试设备的机会 向他们学习 就是凭着一股子拼劲 用半年时间就把总长超过50公里的管路 900多个阀门 以及各种仪器仪表的用途 全部熟记在心 横空出世杨国碑 半离海江铸长城 国宝档案讲述济南舰的故事 作为新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 济南舰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试验战舰的各种性能 为后续战舰的改进积累经验 高速航行是最重要最危险的试验之一 为了准确测定数据 试验人员在陆地上设立了测速标 在近海进行高速航行也大大增加了危险性 一次军舰进行高速航行中的转弯试验 当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一是向左转 那离海域宽阔 安全可套 但离测速标远 数据准确性差 二是向右转在近海航行 危险性大 但离测速标近 数据准确 舰长刘子冲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案 38节是济南舰的最高航速 相当于每小时70多公里 就在军舰高速前进的时候 突然战舰失去控制 向脱缰的野马冲向前方的小岛 在整个转向当中以后 舵机是令 舵机以后 有一支真动以后 把舵机里就电 这样停了 舵机就掌握方向来 那就是没有方向了 早上上那个傅长张以后 一看这个形势以后 帮助我拉这个车中 巨大的惯性 驱动战舰继续向前冲去 在离小岛不远的地方 终于停了下来 还有一次 济南舰进行高速倒车试验 突然机舱里热气弥漫 传出刺耳的嘶鸣声 锅炉区队长孙洪好 凭着丰富的经验断定 蒸汽管道破裂了 我们的战事以后 从一个孙洪高 又靠一个驱立章以后 他平时 他对这个机器的 一切的位置 还和这个观众 观众破裂的位置 他都很清楚 他也很清楚 因此以后 这个配出市面部以后 都扑到那个 观众爆破这个地点 因为压住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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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关众破裂的位置 嗯 开始的护掌 还护掌 好 浑身这个 这个胳膊以后 都烧出的 躺出的料泡 抗风浪 也是一项高危险的试验 当海上挂起 狂风掀起巨浪的时候 别的船只 都回港躲避 济南舰却批拨 斩浪出海了 狂风推着巨浪 排山倒海般涌来 战舰像一叶小舟 剧烈摇摆 人根本无法站立 船员和科研人员 就把自己捆在仪器和设备旁 继续进行测试 为了验证一个数据 军舰经常要冒着 十级以上大风 反复出海 直到获得理想的数据为止 在济南舰的试验项目中 还有一项高危险的试验 那就是武器发射试验 武器试验明目蛮多 那么济南舰都进行了 哪些发射试验 出现了什么险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